Legend Bricks Ballum的硬度 是在於用很多Bricks 去砌一個這樣的技機 之後呢 在上面 拖走 和海水 這樣的東西 要做一些對峙一些 一些深海釋開的Patter 那其實呢 這一個模型呢 用了二十幾萬的 Legend Bricks 去砌 那最大的挑戰呢 其實這次沒有一架人 因為以前 過往我都是砌開一架Skill 那其實這次是第一次 砌油 而且砌大架油 雖然這架 比人仔Size 的Skill很小 你看 人仔放進去 直升機瓶 會變得很大 但是 都想砌 Ballum的一個場景 有些油輪 或者後面的貨幣 然後 其實就跟著每一個水站 慢慢由一個低跨地區 慢慢去到中間 高一點 然後再後面再高一點 那這次 這一個 這樣的場景呢 其實也有些機關的 其實 嗯 齒輪 就會 跟著有機關 這些齒輪 就可以拉開到閘的 但是因為那些 Legovix和這些 非 低跨的關係 所以這個機關也很重要 那 另外一個很遺憾的地方 就是呢 因為這次都想做一個特貨 那就是說 它 有一架Legovix 那其實這個時候 實在是可以放的 也都想嘗試一下 用一些普通的Legovix 拆一架時機 去開口 但是也都因為 因為商場的Decorated公司的 一些文明的程序 就變成了最多的方向 所以就變成了一人 加上少許的工具 然後借回來 那 那也都 這次都很榮幸 可以跟 香港的 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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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幫忙 有了一間貨幣 那這一次都是 我第一次跟大師合作 那應該很 在這裏都很感謝他的幫忙 那也都去帶了一些車仔 來 有了一間 要貨的火車 火車仔 那也都是很 多謝大師 在很趕的時間後 借了你 太多望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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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去 What the whole world